语法题为什么会做错 答案是解题思维不对 不纵向对比选项 不给选项挑毛病 是最基本的解题策略 小明吃饭 饭吃小明 你选一个 你肯定会说 太简单了 肯定是小明吃饭 那么请问 你对比选项了吗 给选项挑毛病了吗 肯定没有 因为你会觉得这简直是常识 这就对了 应该用一套完全一样的思维 来对待语法的考题 来 跟着我一起学 只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能玩转思维 瞬间提高解题正确率 再也不用记忆 各种凡人的固定搭配 每道题都会和小明吃饭 一样的简单 我在课堂里等你